所以我們在這個這禮拜 這前兩天跟各位介紹到的Retal Prefit Eculation 跟這個Retal Prefit Eculation 大概就跟各位提過 如果我們今天呢 的目標是要去從一個本環 我要把它做成呢 是一個 這個 晚期的取代 我要說是一個晚期的取代 我要說這個晚期取代有時候 遇到一些問題 做這樣的反應很重要 為什麼很重要呢 因為我是建立C的碳碳接 碳碳接的成名呢 是來自於一個Single bar 可是這個Single bar 是建立在一個SP2 這是一個SP2的Carbon 對不對 這是一個SP2的Carbon 跟另外一個SP3的Carbon 反正一個碳碳接 我這個相對來講 不是很容易的一件事情 不是很容易的一件事情 那在這個反應當中呢 在一開始發展的時候呢 是以這個被Local Abbey的Aculation 的發展為主 它是怎麼做的呢 它是以第一顆 不要緊張 是怎麼做的呢 是以這個 這個 Opio的這個 口欄人來做 然後呢 配合 這個 一般我們在利用這個 本環去進行這個Covination 是因為我去做這個 遇後反應的手術 是需要的 吹化系統 然後直接來口欄 來去做回組 那去做它做化是一個問題 因為第一步裡面呢 是你的這個 晚機補速的光 晚機率的地方呢 是要去被火化的 對不對 然後呢 那這個地方呢 變成在陣列 這個地方會變成在附列 這我們解釋過 對不對 這時候會變這樣子喔 不要忘記了 你的組數呢 是七A組 還有三顆 三隊的這個 Numbunding的Long Pairs 這個鋁呢 都一年呢 是三A組 裡面有一個空軌域 所以呢 我會把我的一隊 這個鋁會把他的一隊 這個Numbunding 這個比較爽的 貢獻給 這個鋁的 空軌域裡面去 我貢獻給他之後呢 對我鋁數來講 我是不是 只剩兩隊的Numbunding 所以七減掉 四減二 它就變成在正一列 正一的這個架數 以這個 這個鋁來講 足數是三 三減掉 一 然後三個 這個列取代 三減四 它是負一的架數 所以它就成立這個狀態 這個沒有問題了 對不對 可是這樣它之後呢 會出現一個問題 它的下一個是做什麼動作啊 理論上呢 它應該要脫掉 把這個 這個鋁數脫掉代正電 問題是我說 直接脫掉的話 我會變成一個代正電的 一極的糖果給他一樣 它是不穩定的 所以想像是做什麼事啊 想像你做這個事情 叫做胎色訊 你會得到一個 二極的 碳氧離子 這個時候呢 我的很軟 它會打過來 進行 也總比你 會得到 如果把它畫得很完整 它就長這樣子 對不對 然後呢 我的 很軟 再刷口軟 這個地方你如果有問題的話 可以把畫出來 完整的結果 長什麼樣子啊 長這樣 它就帶四個綠的 負電盒在鋁的中心 但是負電盒就抓青 不是 然後回到我帶電盒怎麼辦 我只能夠把一個 綠鋁件給亂掉 所以呢 這樣是什麼 它這樣這個打碎抓青 打碎抓青之後呢 這個鋁就變得怎麼帶下去啊 就沒有帶了 為什麼 3-1-2-3 回到這個 Central的這種電線 那就不再變多了 現在電盒的鋁件就在這裡 它實際上是丟出一個CLE 不是瓶直接出來去抓青 OK 好 做到這個之後呢 你會得到什麼呢 會得到它 得到它之後呢 它已經跟你的藏骨 掉的藏骨是不一樣的 這個還不算最慘的事情 最慘的事情是什麼 有了它之後呢 它還會幫助你 我要反映的 反映當中還沒有用完的 Cole Pure Horat 和Ognum Tryphorat 再去做第二次 為什麼 因為它相較於 單純的bending來講 它是activating的 這個bending 它是活性更高的bending 所以輪不到它上台 接下來就是它出來去 消耗掉這個器材的 所以會得到什麼產物啊 你會得到 Double Acceleration Product 會不會出現 會不會出現 這麼大的問題 所以出現 這麼大的問題 不緊張不到藥的結構 會得到多重化的 管機化的長期 會不會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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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C-C-H 叫Fedol-Grid-Ace-H 它怎麼去批免這件事情 而發生呢 它呢 把這個粉環 拿來去跟 本來你是一個 然後把它再三個炭 回到 Ned 這個時候呢 再把他拿來 跟 阿伦謝謝 暴犯 weer dr 真的要什麼 只要 一樣 一個彈陣,一個彈珠 這邊呢 它就直接脫掉 脫掉這一個 然後這個中間 那為什麼不會去進行 它就要去不過來 然後讓它這個 電都跑過來這邊 因為呢 我這個Carbunio 會再多提供一個 可能的奉陣器 合到這裡 最好奉陣式的存在 好 這個動作呢 就去避免了 這個是很重要的一個反應 這是石器箱裡面一定會教你的 而且你要不妥用它的 你要怎麼去活用這個反應 怎麼去活用這個反應 怎麼去活用這個反應 得到一個你感興趣的 碳的這個 反應器的這個取代金 得到它之後呢 你的本環進來 本環進來 這時候呢 你的本環 進行電子的統碼 得到什麼呢 得到它 上次的話 你應該是打在這裡 一樣的事情 你每次iPhone一次 兩種都可以 MF2兩種都可以 只是上次的話 你應該是這次的話 你應該是不妥用的 得到這個產物 然後呢 剛剛掉下來的 就是這個 ALCO4 轉過來抓新 MICAN MF2 鎖到這一個 到這個之後呢 它還不是你要的產物啊 怎麼辦 利用一個 新拱旗的 這個 這個 反應條件 這就把開門繩子給大家 做一個還原反應 把這一個 CO double bond Carbonio呢 給還原掉 然後呢 把它從CO double bond 做成是一個 NICELING的 這個product 然後就會做完 這個 你要的這個反應 所以這是一個 通常反應 當中去進行 一些特定性的 這個 這個 這個官人機的加成的時候 官人機的修飾的時候 你要做這件事情 好 我會告訴你的事情是說 我們在節目考的時候 也不會 題目不會很多 但是呢 我一定會 希望你能夠去解釋 好 就跟以前一樣 希望你能夠去解釋 你看到的現象 或是說你POSE的這個路徑 機構是什麼寫的 你寫得越完整 對你的胖目就越大 好 因為這個 不再多 你要真的去懂它 所以這是PREDALPREFIT的 ACULATION 這邊是PREDALPREFIT 所以你看喔 PREDALPREFIT的ACULATION 出來之後 我們解決了 這個ACULATION的兩大問題 第一 它去避免了REARANGEMENT 所以你不會去得到 人員的產物 第二 我所得到的這個產物 這是一個 ELECTRONED JOINING GROUD 相反的 剛剛這邊 你所得到的第一個產物 這邊是一個 ELECTRONED JOINING GROUD 所以這邊面的是什麼 這邊面是一個 ELECTRONED JOINING GROUD BENDING 它就呢 你是做一個ACULO的取代 也就是這樣 你如果是ACULO的取代 不牽涉到這個 這個 REARANGEM的事情 可是呢 你如果做到一個取代 甚至是假基液取代的時候 它會發生多取代的現象 因為你只要放三個碗接 變成它推電子機 它就開始去催化 下一步的反應 發生會更快 所以速度下一步反應 發生更快 所以最後結果怎麼樣啊 全部都要去做MARCH 你的 只要設定這個MARCH 全部都會進去做第二次 它反而你的可能會不會動 好 這是一個重要的反應 當我去設計它的時候 所以我們在這邊呢 已經跟你介紹了 這個 幾乎所有的 ESOFIDA METIC SUBJUTION 所有的反應的 使用到的反應條件 一開始是什麼呢 怎麼做上乳素跟 這個 怎麼做上乳素 你的綠鏽點 我們沒有教你 但是呢 這個綠跟鏽是最重要的 用什麼方法 用濾氣跟鏽水 配合 這個 olumentric chloride ALCO3 或是配合 Ion bormine Feric bormine 對不對 這個F1 PR3 這兩種金屬呢 可以幫你把綠跟乳素給放上去 把綠跟乳素給放上去 這會幫你去做 剛剛你聊天到的事情 待會兒我講另外一個反應 第二個 你可以放NATCH 你把NO2給放上去 怎麼放的 用硝酸跟油酸 做成一個NATCHRONIA 然後去做一個 氫電子性的加成反應之後 你會得到一個 這個NO2的取代 你可以跟這個 suffer trioside SOO3 去發生反應 會得到一個 SOO3H 的這個sufferation 的這個差別 對不對 然後呢 接下來是要告訴你 你要怎麼去 這個判斷 當我有這個 管機的這個建立的時候 你該怎麼使用 適合的可能性 以及管機的這個加成 今天如果說 你的反應當中呢 是一個這個 低取代 比如說你本身沒有什麼 其他取代機 你要單純放上一個 這個 這個管機的時候 你如果選擇 你會遇到很大的麻煩 你有可能 第一個 如果你放上度的 力比較大 你就有可能發生 rearrangement 第二個 你一定會有可能發生 這個 多取代的可能性 除非什麼 除非你的 這個 起始物啊 會發生 多取代的位置 你就被擋起來了 他可能都已經 被放上乳素啊 被放上NO2啊 這人就不能發生反應了 可是如果沒有 他很容易發生 多取代的反應 所以最後我們的 這個最後一節課 我們下下禮拜上課 我會舉大概兩個例子 告訴你 如果我要去得到一個 最後的產物 從本門做過來 你應該總是去設計得到它 你應該總是去得到它 這是一個應用 但是你一定要在今天 把這些 會的反應都把它唸得很熟之後 我編成那個才會用 好 那邊他會告訴你 比如說 比如說 如果我會有一個產物 我要從 反環做過來 要怎麼做 這不能亂放 你亂放 下一步上了二次就不對了 對不對 下一個上了二次就不對了 或者是說 如果不是 這邊是NH2 那怎麼做 我不是有跟你講過 你把NO2換成NH2 是要用還原的方法 也用心跟這個 這個錫的方式去加熱 可以做還原的動作 所以這些也是重要的關鍵 你改成去控制 這個先學會怎麼做這個反應之後 我們在這個善意雷克裡面 告訴你很多 當我的取代機 如果我這是一個具有取代機的本環 我要拿來做第二步的加成反應的時候 應該講 不是取代反應的時候 你要怎麼去控制 我上了一次是在 就是在All-Road,Meta跟Power 這是我們教你的事情 對不對 所以當你有這樣的概念之後 你才可以來真正去設計你的合成路徑 我說你路都不管 我只要這個拿來 我只要拿這個 這個硝酸的Shrig-Axin跟Shrig-Axin 放在一起 就可以發射NH2 然後呢 你想放在就放哪裡 比如說我想放All-Road 不放All-Road 我想放Meta就放Meta 那是你想像的 事實上你要配合你原來的 這一個器材裡面的結構 它的取代器是 就是Activating 它是這個 Parallum Director 還是Meta Director 所以你要先把這張搞得出來 這樣其實是有一點難的 你會了之後 你還是要去搞清楚 你應用它都該怎麼去使用 好 所以接下來呢 我要告訴你一個 這個反應 這個不再是ESOA的這個Subculture 我們要進入 我們在第一句教你的 在這個本環的反應當中呢 有第二個類型 我們把它叫做NH1 它剛好跟你的氫質性的增盤液是相反的 是相反的 那我們來看看它是怎麼做的 記得喔 這邊是NUKERFILIER 我再來是氫電子系的 我們剛剛都講過氫電子系 所以機制上來看是怎麼做的 全部都是來自我的本管上面的拍電子打出去的 打到一個野手管上去的 現在剛好想喊過來了 怎麼做啊 現在呢 變成是呢 加上一個這個NUKERFILIER板 然後呢 我要能夠把它做成是 NUKERFILIER 把NUKERFILIER放上來 剛剛的NUKERFILIER板是怎樣 這邊是一個NUKERFILIER板 是電子的 我的本管上它電子打出來 去接到你的NUKERFILIER板上面去 對不對 但是這邊相反喔 我這邊所使用的 變成是用一個NUKERFILIER板 來跟本管發生滿意 然後呢 把這一個NUKERFILIER板 取代上去 可是這個反應啊 非常非常的難做 非常非常的難做 為什麼非常的難做 很簡單 這邊呢 已經是自己也一套的這個 滾定性的這個結構在這邊了 它並不缺電子 因為你雙劍的我來看 它是比較 力量上力去的 它是形容打不去的 它不會去扮演一個接電子的角色 所以它現在要接電子要怎麼辦 要它本身很缺電子 讓它本身很缺電子 讓它本身很缺電子 那要配合什麼 如果今天這個地方是 這個 青 我的NUKERFILIER板上來之後 勢必要得到那個什麼樣的藏物 這樣的藏物 要取代掉青 所以你之後勢必會講到那個什麼情況 我最後得到是他 所以我是誰 青要被踢走 青容易被踢走嗎 碳清界很穩定對不對 XO啦 而且踢走是一個Hydra Hydra非常不容易斷掉 不可能是一個Hydra 所以呢 這個不能夠是青 所以要什麼意思 我要能夠做這個反應啊 我的結構上非常受限 非常非常的受限 它的第一個反應的機制呢 我們把它叫做什麼呢 我們把它叫做是一個 這個 addition elimination 的這個mechanism addition elimination 什麼意思 先加成再消去 而addition 所以怎麼做呢 在這個反應條件當中 有幾個要求 我的其實物呢 結構呢 有它自己的 這個 電子的要求 第一個 我要被取代的這個位置碟呢 它不能夠是青 它必須是乳素 在這邊我用跟你做取代 它可以是其他的這個乳素 第二個 旁邊呢 最好呢 一定要有這個 NO2 或是拉電子機的存在 也就是說 它的導盤條件當中呢 是需要存在有 election domain fo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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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變成這個電子的存在 這就是要補合這件事情 第一個 我竟然是青蛙性的加成反應 我加成炎的過程當中 要做什麼事情 做什麼事情 做什麼事情 做起來的事情是 我必須要消弱這一塊的電子 所以一定要有什麼 我要讓這地方是下降 我的電子 要進來的可能性 第二個 我一定要讓這個地方 是可離去的 它必須是一個living food 或者做完之後 誰離去啊 大家聽聽看 你是青跟nuclefy nuclefy 你需要的機率 可能會比青蛙牌更高 為什麼 你要看h不穩定 還是nuclefy 對不對 為什麼可能會是 這個青蛙離去呢 所以呢 這是一個最基本 你會看到的這個結構 好 如果我從這個結構過來 我要去看 這個結構啊 該怎麼去進行 這個所謂的 addition elimination mechanism 去進行 這個青蛙性的取代 反應呢 我會看到 這個結構進來之後呢 它要去迎接一個 負含電子的 這個試劑 假設說 我們今天所使用的是 很簡單的 naoh 當我的ve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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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naoh 代表什麼意思啊 我是利用的是什麼 是利用的是 oh-foo 當我的nuclefy oh-foo 當nuclefy 好啦 oh-foo 當nuclefy 進來做 做什麼事情 這邊是一個儀器 所以 oh-foo 打過來 進來 t掉率 做一個sn2 對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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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然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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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不可能 sn2裡面 你要去接受電子的地方 那個碳必須是什麼 sp3 那會是什麼 如果sb2的時候 我們要去接電子 s2告訴你什麼事情 sb2告訴你 我實質是綠 下面是統環的位置 我要跟它從這個綠的移去的背面是誰 二環的中心 你怎麼從這個擔心 這要是擔心的 對不對 所以 會做的什麼事情是什麼 它不能夠追到sn2 因為這個地方是一個sb2的carbon 它不能進行一個sn2的反應 好 它竟然不能追到sn2的反應 它不要做什麼事情 它必須要做 對這一個雙劍做加持的動作 對這雙劍做加持的動作 我把這一個雙劍位置畫到反面 這樣子比較快速畫到那邊 兩邊都一樣 我跟換這個都可以 只是這個畫過來的話 比較快速畫到 要給你看看這個最後 那我們來看一下怎麼去畫它 我如果打上之後 做到什麼事情呢 好 我們來看 好 這裡 打上來之後呢 顯然 綠 好 這裡 然後呢 這個 OH2呢 它呢 變成是打在這個碳通經上 然後呢 這個碳呢 電子 在那邊轉移 在那邊轉移啊 然後可以了 那為什麼我可以這樣子打 剛剛這個碳通經上的東西 我們剛剛講說 這個是綠 這邊是粉環 我的OH2不能用這段落 不能做S2 不能直接提去 對不對 如果可以自己去做簡單啊 用不改進來就把它T2結束了啊 可是你確實有可能做得到嗎 不可能嘛 為什麼 我要先經過一個雨傘的折疊 再往後折 本環怎麼變成這樣子 往後折 不可能的事情啊 所以 我不能往 我不能這樣子做 那我能夠進行的是什麼 雙腱的加繩板子嗎 相關加繩板子在哪裡 在 這個平面的 這個位置 垂直的位置 所以我實際上是 另外怎麼進來的 是從 這個S2的平面的 正上方 垂直的方式打進來 打進來之後呢 我的電子呢 共振 跑到另外一顆 一顆 一顆 在裡面 所以這是 進行了 第一圖後 這叫 這個動作 這個動作很重要 一般你都是本環 不帶有這些在鏈子機團的時候 不帶有這些在鏈子機團的時候 非常困難 為什麼 因為呢 你破壞掉了 這個構型之外 你還讓它帶的多在鏈盒上 在鏈盒上 在鏈盒上就選擇 在鏈盒上 在鏈盒上就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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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鏈盒上不滿意 可是它造成你 鏈盒跟鏈盒的太神奇 對不對 可是你還要帶固定 這是一個更不固定的結構 那在鏈子攜帶的時候 為什麼可以做這個動作啊 不簡單 我有拉鏈子的時候呢 我有機會 能夠做這樣的動作 所以呢 你會有機會得到 你會有機會 你會有機會 做什麼事情 我還有機會 往這邊跑 就叫你 你會生成 自己的動作 這個工程師再過來呢,他還是可以過來的 這個工程師再過來呢,他還是可以過來的 這個情況發現 當我放上越多的拉電子機的時候 我不僅是降低了這個桶環上面的電子密度之外 我還可以幫助穩定 他的addition之後的影盆迷電 再附電的這個影盆迷電 這出現很多控制器 這個控制器還可以在甩頭 把我們承認那邊來,讓這個再附電 但是這個控制器要播出完的迷路的可能性 來自哪裡啊? 來自拉電子機的復戰 所以在這個反應當中,我拉電子機一定要復戰 單純桶環是做不了的 單純桶環是做不了的 嘿,單純環是做不了的喔 好 當我做了第一步的addition的動作的時候 我的下一步是什麼動作呢? 我的addition之後呢 得到這個carpone anion 碳腹的這個中間體之後呢 第二個步驟就是要去regen你的anometisity 對不對? 這時候怎麼regen你的anometisity呢? 我的護電盒呢,反打回來 踢掉地圖 就做出外的 這個取代的產物 這個取代產物呢 在這個步驟呢 我們把它叫做事一個 一一零延續 事實上呢 就是我們之前所學過的 事實上呢 它就是在regen 的 來個名ometisity 好 就是這樣的反應 這麼簡單 我如果告訴你畫得很完整 我如果畫得很完整給你看 到這一步還沒有結束 還沒有結束 什麼意思? 我的反應當中 是在什麼環境下做的 簡性條件下做 所以 這個OH 在這個條件當中 事實上常在反應 它會被regen 因為你反應當中還有OH 還沒有結束 還在反應當中 這時候呢 你必須 反應結束完 加了水 酸性的水溶液之後 或是一般的水溶液之後 它才會得到 以藥的最後發展 看起來很無聊 事實上 它才是怎麼反應真正進行 結束的過程 下次反應真正結束的過程 為什麼 你的Penol上面的OH OH的HPK只有10而已 只有10而已 所以呢 它在一般的N2等球裡面 然後 拉上去之後 馬上又被打清拔掉了 然後呢 經過水的這個反應性之後 再抓過網 所以這是一個很正常的這個反應 我們進行 addition elimination process 最近addition elimination 你可以想像得到喔 我要做HPKIN elimination的時候呢 如果我的取代器是放在這裡的 我的取代器是放在這裡的 然後呢 這個 我的乳數啊 應該要放哪裡才會進行這個反應 就是 這是我的拉電子機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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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可以幫助穩定這個結構的 那我要選擇啊 我想要放的 進行revision elimination的反應的時候 你如果我的乳數 放在 再把它對一半切 有三個位置對一半嗎 好了 你打個POLO 可以放在哪裡啊 還是要放這裡 這兩個呢 是activating 是 pollution 這個位置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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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能做的 為什麼 我做這個位置點的時候呢 我所產生的負電盒 沒辦法被它負電盒 你懂我的意思嗎 它能夠穩定呢 是不是 穩定的是當我的加成 產生的POLO 是在PARA位置 跟ODER位置部分 什麼地方看得出來 你看 當我如果是POLO 把它的PARA 它的ODER的時候 我的負電盒是會不會做 在這裡 或者是它也在這裡 所以 進行revision elimination的時候 還是一樣 還是有一個 這個學衡 是位置的學衡 所以這是什麼意思啊 如果我建立NNO 就在這裡 我的乳數放在META位置 我所而進行revision elimination 是不會做的 你懂嗎 所以如果你的意思裡面 是放這樣子 你會不會做這件事情 就是不會減行 為什麼 當我OH5打上來之後 產生的負電盒在這裡 它也幫助不到它 它幫助不到這一個 它連對負電盒都做不到 對不對 你可以產相得到 可是連低負電盒都做不到 所以這是什麼的減行 這是它的反應的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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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是 所以它的限制非常非常多 而且呢必須一定要放拉電子基 而且要搶拉電子基 第二個機制 如果呢 我不是要進行這個 我還是要進行這個refinite substitution 但是我結構當中呢 就是不能夠有拉電子基 那怎麼辦 我就是不能夠有拉電子基 那你只能選擇第二個反應機制 你只能夠選擇第二個反應機制 第二個反應機制是什麼呢 這個呢 反過來啊 叫做ELIMINATION ELIMIN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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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GNEMO ELIMIN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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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GNEMO 這個呢 投入或贈 右手 所以它沒有拉電機取替的時候 它要能夠去進行這個 輕和性的取代反應 那該怎麼去做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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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樣的,結構當中呢 它還是不秀有無數喔 比如說,這個結構有秀 有秀有存在 更狠喔,我只要放了一個甲機 配電子機欸 它還不大電子機 所以顯然你不能夠拿來進行 最後 合體驅裡面去 寫不通 因為沒有 搭電子機的存在 這台電章中要怎麼做 你只有一個選擇的 叫做 一明天訓二地訊 什麼意思啊 假設 我要做這件事情 我必須要做什麼呢 我必須呢 要用一個非常非常強的解 在這邊我們能夠收點沒用 NH2 NH2大概有意思是什麼 它是有一個NH2-5 很強的Base跟Niquid板 很強的Base跟Niquid板進來 非常強喔 這個PK在哪裡啊 大概30幾35 非常非常強 好 什麼時候用過它 這是第一次學到它的 現在已經學過了 第九章 你用 要去拔SP的氫 就是用它拔了 你要深層收點STO來的時候 那個Triple棒後面那個氫 要被拔走了 就是用它拔了 做什麼動作呢 這個很強的解 Strong Bass 進來 去拔了這顆氫 拔了這個氫 要做什麼動作 我的氫呢 電子會在這裡 直接離去掉 做一個Divination 做一個Divination 有到什麼藏物啊 有到一個長的 非常奇怪的風氣 這叫Penai Pen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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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什麼 我一個 線結身帶三件 帶了三件 這三件之後呢 你可以想像得到 這三件的這兩個碳 他們兩個碳 應該都是SP 應該都是SP SP應該是幾度啊 角度應該是180度 那結果這兩個夾角是幾度 60 對不對 所以這個夾角呢 是被硬擠到60度 所以這樣可以想得到 這序波棒的第三件 第三件其實他們就是非常不穩定 應該是被硬擠擠出來 所以它是一個very unstable 這個東西呢 在你還感覺長得很奇怪 事實上這在有機裡面呢 是會發生的 是會發生的齁 它也是一個重要的空間體 大家也一直取過這個例子 就是用這個方式去擠它 所以這個BR的存在 跟前面在不一樣 這個乳素的存在 都是扮演著一個Divinquid 或是扮演著一個Divinquid 或是扮演著一個Divinquid 的角色 然後刪成這樣子的一個Bennett structure Bennett structure呢 你要去想像到 這個鍵解這兩個氫呢 這個氫這個電子 這個電子上是神經的夾角 它不是180度站在這個拍子上面 所以它上次非常不穩定 這個三件是隨時想打開來的 為什麼 打開來有什麼好處啊 不打開就回到轉圍了 120度 SP度嘛 回到很穩定的鍵角 所以這三件是非常不穩定的 好 它現在這麼不穩定 所以有沒有人可以解救它 有 反應當中你用到NF2 除了它是一個很強的鍵之外 它也會是一個很好的音腿板 所以呢 它會扮演著最大的角色 這時候會扮演著最大的角色 這時候會扮演著最大的角色 然後呢 就會得到兩種可能的場面 對 所以這個角色 是剛才有前面的 就把這個角色打開來的 所以它是NNMGX2的現場 位置上面它就沒辦法說起來 它是1.0的 合到兩個方式是1.0的 兩個都很容易打成 它沒有學過器 這是另外一個 這個反應 所以這邊 這一步過來 我們把它叫做是一個 Elimination 這次我們叫Elimination 消去軟硬 消去誰 消去一個HBR 用搶檢抓的H跟BR 對不對 這消去反應 第二步這一步呢 你的這個 Elimination 打電的這一步呢 我們把它叫做是一個 Elimination 加成誰 加成呢 Elimination 進來 所以它是反過來的 先消去再加成 先消去再加成 所以這叫Elimination Elimination Elimination 就這兩種而已 它這個反應 這個常不常用嗎 非常不常用 為什麼 它太強了 它所使用的 CMN非常的簡單 而且它的反應性非常好 它不僅是一個好的 所以 如果有跟它發聲反應 基本通通都不能用 這太容易發聲了 所以這兩種反應 它只是告訴你 這兩種反應是可以做的 它呢 並不是那麼長 拿來做這個 你的畫圖的設計 因為它使用的 核心才太強 才是太強了 剛剛我們所講的 這個Elimination 也是一樣 它的核心受限很多 它必須要有很多 拉電子機的存在 它才能夠進行 所以它的反應條件 它一個相對它是 比較容易被人家來用 有一個反應叫 SNAR 上面就是這個反應 Aromatic 上面就是這個反應 就是這個反應 所以我們已經把 Aromatic裡面 就算要的反應 都已經講完了 我怎麼樣在本門上 加成東西上去 所以為什麼前面 講那麼多東西 很簡單 在本門上面 放一些化合物上去 是有計畫學家最感興趣的事情 最感興趣的事情 為什麼 本門往往是 這個正講本門 方向儲化合物 是很多天然物的結構 很多很多天然物的結構 這天然物結構裡面 它不單純只存在本門 它往往是從本門的旁邊 去放一些修飾的溫度性上去 它有的從本門再去建立 比如說你看過的這個多環結構 像是Indo 對不對 這個是你們所看過在這個 這個 這個像什麼 Trito粉上面的這個 這個Side Chain 事實上Indo的這個結構 它也很會用來做很多抗靈藥 抗發炎藥的這個構型 然後還有一些不同的這個本門 比如像跟你們看過的Bass Primidin Purine 結構的關係被拿來當作抗艾斯 跟抗癌藥都有 所以你現在拿來當發展藥物使用 你必須要能夠做修飾 你是從自然去學習 從這個自然的生物體去學習掉 這些化學的結構 可是我們去量化學結構之後 以人的角度來看 我要把它修成的 愈來愈有效率 愈來愈好 所以呢 我會看在上面放上 各式各樣不同的取代管理器 比如說我們知道說 這樣子的這個結構 它會跟某一個Portius 產生Binding 對不對 產生Binding結構是怎樣啊 一定是 我裡面有帶有這個氫 跟這個Portius 這個Hydrogen Binding的 Sector會互相交出作用 既然知道這件事情呢 我就讓它變成是一個更有效率的 Hydrogen Binding的功能 我讓它變成一個更強的功能 好 我知道說我這個結構呢 是靠我的屁股呢 有一段輸水性的區域 塞進去這個活性中心裡面 產生很好的Binding 那我就讓它變得更好 比如說我覺得從前觀眾看起來不夠平 我就讓它更平 我就讓它更平 所以這種合成的方式呢 在自然結構的這個東西 我們把它合成出來之後 把它做出來 產生更好的結構成功能 去符合生物體的這些 這個自然結構的變異 當然是會有一些盲點 當然會有一些盲點 因為你們都學生物 你們知道Portium本身不是實的 Portium是有這個 會隨著你的這個subject 它會有結構上的變化 所以當我們做了化學設計之後 進到生物體做藥物設計的時候 做藥物的這個discovery的時候 你自然而然就要去考慮到 我的Portium會因為 你所放進來的分量 其實是些微的卷化 它會開始去整理 然後產生一些新的 二級結構補合出來 這時候你會重新在設計一次 所以到目前為止 這些化學合成的方法 都是為了去擴充我們的 解構的複雜性 然後在合成的角度來看它 兩種方向 為未來的藥物開發 一個叫鑽槍大鳥 一個是什麼 一個叫鑽槍大鳥 就是我只要有一個方法 我只要有很多的觀點心 我就是做出一大堆的化合物 然後在化合物 全部去篩選 篩選細胞 做self-pace-sense 另外的方式呢 Djudgment Design 我從未經照 我的標地路在這裡 我就開始不斷針對這個標地路 去設計能夠去fift 到它結構當中的形狀 文書老師想起來就是第二個比較厲害 比較科學 可是第一個找到藥物的技術 比較大 所以這兩種都有人在做 前幾年呢 第一個那個方法非常的好 我記得 這個我回來之前 我們職業市場 在德國他們買了一台機器 非常大膽 那台機器呢 可以自己工作 它必須要一間教室 這個教室的建造 然後它是 它是ROBO 它是一個機器人 就到處跑 然後呢 它就自己挑藥 自己拿藥 然後就自己 這個做細胞的辨識 做細胞的asset 然後它一個的 不是一個的 它一台機器就可以自己操作 一次喔 我印象中 它一次最低 都可以做一兩萬的藥物 就是 它就自己操作 非常非常厲害 然後他們都拿來路過藥物抑壓操作 對不對 事實上現在的化學家 所使用的方法是 把現行所有 失敗的 成功的 再用的 退役的 所有化學的藥物 拿出來 去針對所有的疾病 可以去做掃摩 這幾年已經有兩個例子 成功去看到說 以前拿來當作感冒藥 拿來當作其他藥物使用的藥物 可以變成新一代的 心臟血管疾病的 或是癌症疾病的用藥 這是很有效率的方法 以我個人來看 雖然它是有點 大家也拚拚看那個機率 可是某種角度來看 當你找到一個之後 你省去了這個藥物本身去進行安全測試 不舒服的事情 然後它的不同的病人 產生的反應 已經有很多資料 你知道說這個藥物 用在什麼人上是可以 用到什麼人上是不行的 這些藥物已經都有了 所以相當是很安全的藥物 只是譬如說 他現在還可以當咳嗽藥 以前當咳嗽藥的時候 覺得說 後面有更好的出來 這個當咳嗽藥就不好用 結果沒想到 他拿來當心臟劇管 更好用 所以這是 你說老師當年怎麼沒發現那麼可能 因為當年如果是心臟科的人 在用這個藥 他當然不曉得說 他對這個藥物有這樣子的好處 這是在修化學的一個發展的一個 一個機制的這個流程 過程是這樣 像心臟態化是一個非常非常 這個long term 很久很久的事情 沒有辦法這麼快的這個 這個 有結果出來 如果有興趣的話呢 其實我覺得 這個 台灣接下來 會有很多的機會 至少在 藥物開發生性裡面 他們有很多的機會 包括這個蛋白質的藥物 小分子藥物當然是已經在做 可是小分子藥物 要跟國外打小去拚 機會 台灣目前還是以原藥藥生產為主 可是蛋白質的藥 台灣是很有機會 台灣在做蛋白質的藥物 當然是已經在做 有外傷有開傷 那專門在做癌 那個cancer的這個 這個治療用藥 抗體藥 酵素藥 這個是市場量上 所以各位有機會 這個是需要做生物的專家在做的 化學的人就很難去碰它了 我們只能在做 比如雷巡的地方 但是這個是很有 依義很好的 很有依義的這個工作 那個是我認為是 比較有解決這種問題 用藥 小分子藥物 比較難去真正的去解決 這個後面的問題 好 除了我們現在所看到的這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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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哪些其他的反應 可以介紹幾個 比較重要的 這個 反應給你們 當參考 在本環的衍生物上 還有可以做哪一些擺運 除了我們剛講過的這些 一些電子機板 擺運跟金融機板 你一定要會 事實上這些呢 是有一些在做這個 大量的刺程的時候 會使用的方法 這些方法的操作呢 事實上是 相當做無力操作的 這些方法操作呢 是通常要在高壓 高溫 才能夠去進行 甚至呢 它是需要照光的動作 對 反向子 事實上有時候需要照光的動作 不像它 對 做這個反應當然 都要什麼程度呢 一般呢 你要去做地方反應的時候 你會 需要用到 Coding 跟你的 Armium Cycola 對不對 在這邊呢 你用加熱 這個方式呢 你可以 把它所有的 粉盤都打開來 但是呢 這個也是相對 非常重要的 把所有的 鍵都打開來 現在有人在做什麼訓練 有人在做什麼合粉盤 就是取代反環 不是混合反環 做取代反環 它就是 用三個雙線 把它組在一起 像基因物一樣 把它組在一起 有點難 但是 有人在做這些事情 所以這件事情 很簡單 你是不是可以有更有效率的方法 這個 更經濟的方法 更環保的方法 去做出更多的方法 方向族化物 這個 這個 這個原生物 它的一些相關的結構 這是一個 傳統的方法 去做一個濾化反應 是做 要把所有的 這個碳光都取代上去 第二個呢 是 做一個 這個催化的反應 你想想說 你會知道的 一定是做什麼事啊 一定是把 把本環上面的雙線 全部都還原掉 都還原掉 都還原掉 這個呢 需要用到 這一盪非常大的 這個壓力嗎 大概70個大氣壓 的氫性 擠壓進去 然後呢 你當然是需要 這個催化性的 這個 這個 這時候呢 你才有機會呢 能夠把所有的 本環的雙線 打開來 這個 是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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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做一個 這個 它呢 是做一部的 這個 還原滿印 它呢 是做一部的 這個 還原滿印 這個 做這樣的事情 把它還原掉 第二部 那一個 這個 一般的 這個 使用的是很 厚力的方法 把氫一直一直加扭上去 變成這樣扭上去 齁 齁 這樣 這樣上去 所以是輕了 可以把氫上去 但是你知道喔 這些雙線不像是一般大波棒 它不會說固定在你 看中間 它是到處跑跑去的 對不對 所以你要做這件事情 你必須給它很強烈的道具 我們到70個大溪啦 70個大溪 它怎麼做到的 在早期 化學器裡面 通常在頂樓都有一個實驗室 小小的實驗室 然後呢 就是 為什麼要提問 就是不要讓別人靠近它 然後呢 通常會是一個 獨立的小空間 一般也是要 蓋在一個水泥的小房間 一般 然後呢 裡面就是一個像綁織機的東西 然後呢 它是一個玻璃碟 然後呢 反應加好之後呢 那兩邊是關於一個清氣品在旁邊 那清氣品呢 要一直不斷的開 加壓加壓加壓 加壓到 加壓到我們二程度之後 把它鎖起來 鎖起來之後 那個 這個 很久沒看到這種東西了 它呢 就是會 像鐘把一樣 像跳跳跳 一直咬 然後你就聽到自己 就這樣 怎麼做清化 清化非常危險喔 你只要沒有弄好的時候 它會爆炸 所以為什麼要頂頭 因為炸了比較不會傷到別人 炸比較不會傷到別人 因為那個高壓的清化反應 是相當危險的 是相當危險的 那到現行的清化反應 在我們一般實驗室 不會做高壓 就一般的清吸酒做而已 那個反應就不會那麼危險 可是呢 它的易燃性是很高的 它會炸 但是不會是 大爆炸的 可是如果是清化反應 高壓清化的話 比較危險 但現在高壓清化的時候 比較好的方法 是用不鏽鋼的鋼鋼鋼 然後呢 把整個反應都封死在裡面 然後呢 用螺絲齁 全部鎖死 然後這個 換壓 換清清清清 那可以灌到非常高的 可以灌到非常高的 灌完之後鎖起來 然後呢 裡面還可以 台灣很厲害 台灣是台灣自己上山開包的 還可以 裡面還有實質還會轉動 不知道怎麼弄 整個是不鏽鋼 不知道整個實質還會動 還可以在裡面選擇 還可以在裡面選擇 很厲害 真的很厲害 它這個玻璃是特色的 玻璃非常非常的厚 所以這是一般 你做清化反應的時候 會使用到的 清化好 事實上 清化是很正常的 所以在我們一書 我前天大學之後 就常在做清化 清化沒什麼奇怪 只是說做它的時候 你要真的要小心 因為你把一個本環 清化掉的時候 你就做出很多不透明的生物出來 就做出很多不透明的生物出來 很多時候是需要到這個 清化反應的 第三個這個呢 則不是做這樣子完全的清化 它用的呢 只是清化出 一部分的這個雙界模擬 那這個反應到底怎麼做的 我這邊給你補充一下 它MACANITY 第三個MACANITY 一般我們講到 利用這個金屬做環圓 都怎麼做 都是做一個這個 電子的轉移 SYNLOPE的重現場 所以一般是什麼 我們看到這個反應的呢 你利用的是 收點 對不對 然後呢 它會丟一顆電子出來 自己呢 產生了NA症 或者是VC 開正點 這顆電子丟出來的時候 丟到什麼地方去啊 它就丟到的桶桶上面 丟到桶桶上面 這邊再一個附電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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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附電盒呢 就去抓了環境當中 存在生子的清 然後呢 生成了 這樣 為什麼 這邊拿到桶桶上面 兩顆星 它本來就一個星光線 那畫出來 我只說畫出來 它畫出來 接下來呢 你的收點呢 再多丟出一顆的電子出來 再補習它 它又變成是 又去抓了純內分子的清 它就變成了 然後 沒有上路 不是這麼做的 一般 你用基礎來說 我們都是說這件事情 比較容易 但進階來講 還有 或許雜雜雜 都可以做很多問題 為什麼 當我放不動 我取代機 我生成的雙性在哪個位置 我都差很多 但是大二裡面 不教你這些東西 所以這些反應呢 簡單講 看起來都很簡單 事實上它發展的過程 到現在都還在發表 都還有人在真正這邊反應 做一些 這個反應上的調整 和發表 最後一條簡單介紹的就是 這個 這個 Vino的 這個 反應 是怎麼做的 一般來講 這個Vino 我們取個例子 就是 這個 Selisactic acid 這個 做水洋酸 你們做 WASP0的這個條件 對不對 它呢 如果說 去跟 這個 一個 這個 觸摸發生反應 然後就會做一個 紫化的反應 這是平衡嗎 這是平衡嗎 但是 如果呢 比如所謂的這個 ASP0 所謂的ASP0 它如果不是 我如果呢 把它拿來跟這個 發生反應 把它拿來跟 發生反應 把它拿來跟 OA做什麼事情啊 你看到 你看到 看他把電子機 看到OH的小時候會不會 打這個 Nuclepili 不會啦 這不是一個好名證記嗎 你說 我算是我 被指指畫作就變好名證記了 欸 可是這是 怎麼會變指指畫呢 所以就說 你做什麼事情啊 第一個 我看到 減之後呢 整個結構當中的 這個OH的H 是看他的PKAR 是會低過10 為什麼 因為他的 OA覺得酸 他會更酸 正常呢 Vino就在10左右 所以呢 他呢 會先被Domacid 這個 出現這樣子的狀態 他呢 如果碰到了 Nuclepili Nuclepili 這樣子的 玩機 Nuclepili 就是用來做 玩機反應的 小心的時候呢 OF會打出來 答案上 離去掉 I 會不到手 他為什麼不是酸 卡巴水去打 為什麼是這個 OF去打 那就回到看看 你這不認識 這個 這個 Nuclepili OF在酸分上 一定是比較穩定的 為什麼都更正 所以呢 這兩個Domacid 當然他比較不穩定 OF是比較不穩定的 所以他還是正常 OK 所以這是 這個Vino呢 可能會參與的這個 這個 反應的這個 過程 另外一個 Vino呢 如果出現在本環上面的時候 他會做什麼事情 他呢 會非常的去加強 這個本環進行 這個 Nuclepili Mapid Subsection 這個過程 為什麼 他是一個很好的 可以電子機啊 他是一個很好的 電子機啊 到目前你再次穩定 你的中間體 這個OF呢 OH呢 甚至可以去幫助 這個 反應的這個發生 所以 一般正常來講呢 這本環 你要去直接 進行 這個 BR2的加乘是不可能的 通常你要做什麼動作? 要加F1-BR3 要加Barrick Ball嗎? 對不對? 然後BR2去打到F1-BR3 產生一個這個空間底之後 有個桶圓再打出來 踢掉F1-BR後部 他就會來做底部那一組 來做完什麼反應? 但這邊呢 如果你有 桶圓中是一個Veno 不是一個短環 這是一個Veno的 這叫分 對不對? 這叫分 如果是Veno或是短環 環境當中呢 如果是用碱性條件去 參與軟硬 會做什麼事情? 你的Veno呢 會先可以做成PINASA 這叫PINASA PINASA PINASA到底是什麼? 上次跟大家介紹過 在眼睛的OH的時候 PINASA指的是一桿蓋子 所以這是一個PINASA 這是一個PINASA 這個PINASA呢 如果碰到了BR2 這個呢 我會打上來 踢掉它 SORRY 不是 不是 他做這個動作 他會幫助他做這件事情 然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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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一個 這部分很容易發生啊 這邊是沒有方向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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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不對? 所以這部分很容易發生 再經過 水的PINASA 可以看到 這個閃戶的發生的這個結果喔 反應當中呢 你如果還有多的 SS的拖滿 好 ROM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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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袖水通常很難做當用 你會做出 有 這麼多期待的 這個場景 一樣跟控制員有關係 對不對? 為了OFF 呢 是可以控制到 好 這邊就可以講完了 17章的 這個必須要讓你知道的 這一個 跟Alematic Relation 相關的這個反應喔 我們現在用一點點的時間呢 跟各位 稍微先開始講一些 18章的這個 概念介紹喔 18章裡面很多的 事實上你今天在前面講過 在哪裡講的 在ACO的地方講過 因為我們在ACO是學過 這個 唇類的氧化 唇類氧化的結果在哪裡啊 就是在 全跟銅 所以全跟銅的自費 基本上是各位已經 這個 學過的東西了 那全跟銅的這個機構呢 是 我要放下來了 全跟銅的這個 不然我關一下銅好不好 全跟銅的這個 這個 結構呢 是 很 常見喔 大家已經有學過一些 在哪邊學過 第一個 從純的合成過來 第二個 我們學過在什麼地方 在 用圖音雅 跟用 我們講到有機金屬的時候 跟各位介紹過說 當我的這個 Yuki版 遇到了CO double bond的 化合物的時候 它會進攻到 卡波尼爾的結構上面 所以那邊你也學過了 全跟銅的基本概念 所以全跟銅的基本概念 在這裡 它就是具有一個CO single bond 然後呢 Single bond上面再加了一個 拍信體進來 這個拍信體 這叫全跟銅的基本架構 這類型的troponium compound 原則上呢 翻譯在這裡 它呢 有Ketone Ketone呢 指的是什麼 兩個 一個螢幕上面是加兩個短機的 有L比牌 L比牌 L比牌叫拳機 拳機呢 是一個R跟一個H 所以兩個差別在什麼地方 差別在一個是這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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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是R 好 那我問你一個問題 我們來判斷一下 這個銅跟這個拳 如果我們遇到年齡的反應 Nucle 拉致的地方 會打在碳的地方 對不對 為什麼 因為CO double bond裡面 動證、仰臺負、探帶症 那它的反應性高 還是它的反應性高 誒 挑了你的B 哪一個 這個高還是這個高 答案是這個高 為什麼這個高 全類是高的 為什麼 當我的探帶負的時候 跟探帶症的時候 這個 如果我們是短機的時候 會去削弱 那探帶正電的體向性 對不對 你們剛剛想 會想歪的是 因為會想錯 跟想對 但只是想錯的方向是什麼 你認為 短機的時候 會幫助穩定的看正電 那某種之後來看就是什麼 當然這個正電不破正 它的反應性會變差 所以事實上是以 全機的反應性比較好 全分短是以全機的反應性比較好 好 那後面還有哪些反應物呢 包括 Kalbacic S 就是縮酸類的號碼 旁邊呢 配成OH 然後呢 後面這邊 全部是從縮酸類過來的 這邊是Kalbacic S 後面這邊叫 ACY的CORRINE 這是全部反應性最高的號碼 全部反應性最高的號碼 為什麼呢 第一個 這個碳呢 旁邊開到綠之後呢 這個電子會被綠球很容易帶過去 而且呢 綠的這個第三側型 它的面積比較大顆一點 很容易帶負面 對不對 而且它上個素小的帶 所以真的很好用去續機 所以反應性變得很好 第二個 這個 這個 相較像OH學來講 它的反應性是有效 它的面積比較高 它也容易把這個碳子打走 找它的面積的打走 然後呢 接下來的反應性呢 是以EASN 也是非常不錯的 不好的呢 是Hbacic S跟A 這兩個都是不好的 反應性都是不好的 比如說這個碳度就不在這邊 原因是為什麼呢 A跟OH不容易移去 OR會移去 可是OR這個離確方式很需要有酸性來幫助它離去 代算 代算定說是變成的 OH 它就是正點 這就是很好的 這樣反應性變得比較好 可是以A-Mine來講 這個A-Mine的條件 都深層的配碳 所以A-Mine 不是一個很好的 絕對不是一個很好的 感應性好的 整個機款 所以A-Mine只要被用來當做事 蛋白質的整個離接點 會太方便 因為它過穩定 可是它是不是熱誤不會壞 會啦 它還是會壞 什麼都會壞 你在高溫團體之下 利用減成條件 利用酸的條件 比如說你們學過 這個怎麼去 轉這個Potting sequence 用很強的條件 再用這個 連酸溫 把120度去組它 那就會碎掉 但時間又組得夠了 所以這個A-Mine的條件 可是呢 它的溫定性是比較好的 那這些Cabonio的結構裡面 無論是剛剛講的Kito Keldei 或者是這個 其他Cabasei 當然它會看到類似的這個結構 但是它Cabasei 是不太一樣 因為在酸溫的時候 裡面會有一個氧 那個氧會跟Cabonio 會有共振 不太一樣 單純的Kito跟Keldei 你會發現呢 這個碳的夾角也是120度 因為它是一個SP2的Cabon 對不對 然後呢 這個表面還帶兩對的 這個N-Mine 然後這個雙鍵在這裡 它跟一般的這個雙鍵 L-Kin來講是不一樣的 它們雖然都是SP2 可是呢 這個CO COBAR它的鍵能更強 它的鍵長比較短 所以它鍵能是比較強的 鍵能是比較強的 然後呢 這個鍵呢 相較L-Kin來講 L-Kin來講 L-Kin的電腹度是一樣的 兩個都是碳 這個不一樣啊 這個2.5 這個3.2啊 所以這是一個POLA幫助 而且是一個HIGHPOLA幫助 它的反應性能相較 這個CCL-Kin來講 是好多的 所以兩個反應性能完全不一樣喔 CCL-Kin做什麼反應 學這麼久了 你應該知道 別人家說PFD 它會把自己的充電打出去 對不對 它自己是送電子給人家的 可是呢 以COL-Kin來講 它不會去充電子 它是怎麼樣 它是接人家電子接的 所以它們在POLA幫助 這個你們可以看到 就可以發現 事實上它是 兩個的反應性是不一樣的 是不一樣的 那它的基本的命名 這是我們以前所學過的 很快就帶過去了 這個在這件事情 一開始就教你們 所有的命名的過程 一樣去做這個鏈場的連結 這個我們去幫它定位做號碼 然後呢 如果它是L-Kin 你就是把L-Kin的這個E 去掉加上ONE 這樣我們之前教過你的 對不對 所以如果是這個例子來講 它是一個 1 2 3 4 4 個碳的主鏈 這主鏈必須含著一個 最高有化碳的關門機 所以呢 它的主鏈叫BUTEN 因為有關門機 所以把關門機的這一個 這一個位置拿掉 把它叫做BUTEN ON 這個給你的 這個給你的 這個課本裡面 有些部分沒有給你新的 現在的寫法呢 都會比較寫 像一把2寫到後面 寫到後面 但是早期會寫在前面 這是可以的 還是可以的 那這個 主鏈拉出來之後呢 叫你最快碰到你的 順序最高的那個為主 對不對 所以呢 這邊就是E 2 3 所以是3MAS有2 DUTENON 所以這是一個 KINGON的規定方式 後面這邊也是一樣 有兩個關門機 兩個關門機呢 都是屬於FuA裡面的 人家幫他比啊 誰是高的 誰是低的 對不對 我們這學習第一章 畢節會教你的 所以這個 以KINGON跟ABO來講 它是比較高的 所以是以他為主 對不對 以他為主 如果是以他為主 你的通編比就不一樣了 叫UTENON 叫NOL 表示你的結構是OH的這個關門機 這邊不是C 最終夢見的是 你們去看一下 我們有一節是專門叫MIMIN 它有告訴你們的 排列數據 長什麼樣子 長什麼樣子 所以這是一個 FOR HYDRASY 3MAS有2 DUTENON 它的結構的碼就是長這樣 很簡單齁 所以這是結構命名的部分 一樣 不會同比命名 可是呢 可能會出現 我給你一個名稱 你要畫出結構 再往下做吧 再往下做吧 好 這如果是一個SATED KINGON 的時候呢 我們就要必須幫他做 另外一個秘密的介紹 這個秘密的部分呢 這個系統的地方 你要把 在這裡的就沒有分 哪個秘密開始 所以你要不要定義出來 最快要把那個位置給 所以這個位置給 最高在哪裡 這系統的位置 所以呢 這個地方是1 這個地方就是什麼 1 2 3 最快是分到第二位去代替的位置 所以是3 所以你會知道它叫 SUTRIBORM OF PSYCLE HEXEMON TRIBORM OF PSYCLE HEXEMON 後面這個也一樣 如果是LDHIGH的時候呢 只是把OND 改成是AL而已 改成是AL而已 所以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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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命名的概念上都是一樣的 所以結構來看呢 主電在這裡 有5個碳 1號碳一定是接著 全個這個位置 全一定落在末端啦 它不會在中間 但中間是TITON啦 所以全面在末端 所以我們這 分子來叫做是一個 SUTRIBORM OF PENTANO PENTANO 所以這是一個很重要的 這個 命名的規則 好 所以呢 如果 這個 這個 兩個同時存在 有Keytone 又有ONDHIGH存在的時候 ALDHIGH的PARADY是比較高的 你會去看你那個BETA表 ALDHIGH是比較高的 所以呢 這個命名要怎麼寫 它是1 2 3 4 它不是Keytone的那怎麼辦 你不能夠再用自尾ONDHL 要把它變成是OSO 當取代金用卡 對不對 那寫就有教你啦 所以呢 變成是4號是OSO取代 3號是MASIO取代 誰寫在前面 先出那個字母排序 比較小的寫在前面 所以是一個3MASIO 4OSO 你們看嗎 所以這是它的命名 基本上跟一開始專輯的方法都一樣 如果呢 我的這個拳呢 拳已經很高了喔 真的碰到了酸 對不對 真的碰到了酸 那怎麼辦 那它是輸了酸 有沒有打過牌 剛那個波浩是碰到了 紅花素一樣 碰到它的時候怎麼辦 它是有蘇卡 所以它是有填排 所以呢 你的這個LV牌呢 就變成要小過你的酸的排序 那小過你的酸排序的時候 如果是CHO 你不能叫它是OSO 你要叫它什麼 這是一個完整的假拳機的取代 它叫POREME 叫POREME SWINGPOREME 是非常常見的一些這個結構 所以早期有一些很 這個JEN EASER一樣 它有一些它的俗名 所以一般來講 跟EASER的命名很像 把中間這個看的不看 這是俗名的命名方法 把中間不看 一端是MASIO 跟另外一端是ISOPOLIO 我們就把它叫做MASIO ISOPOLIO 誰寫在寫面呢 字母排序 這個就是字母排序名什麼東西 這是俗名 所以它是音名的方式 然後呢 像這個也一樣 你就是把這個KETON拉出來的時候 左邊右邊分開來看 就是這樣叫它 跟EASER的這個條件很像 後面這邊是幾個 你很常見的這個 耳機的話 這你都不用費了 我都不會控制的 這只是介紹你們而已 這就是這個實驗室常用到的 ACETON ACETON 領銅的結構 對不對 然後呢 這邊叫ACETON ACETONKELON 這就是這個 一個本劑加上一個假劑的 這個取代 這個也是很常用的試劑 這叫做 下面這個叫做 BANDOPHINON BANDOPHINON 所以這個也是很常見的試劑 這就是俗名 都不是它正確的 IMPC的命理的方式去做出來的 那這一些不同的這個 這個KETON很厲害 原則上呢 因為它是 相較晚期來講 它有帶氧 所以它可以當它就去幫你的 ACETON 但是不能當DONER 相對純來講 純可以當DONER 可以當ACETON 那這個 拳跟銅呢 它可以扮演 比較更好的 這個 這個 相對意識來講 更好的這個DONER ACETON的角色 所以如果你以 跟這樣很接近的條件之下 去看它的時候 你會發現 它的肺點 不是在介於 純跟碗內 或是米內的中間 它是比較中間 肺點的中間 這跟它坑之前 中間是有關係的 中間是有關係的 這是講到它的這個 基本的特性 然後它的一些 這個濃解度的問題 一樣 它跟水啊 跟純內都有一些很好的不溫性 所以你會發現 你用ACETON在洗 不知道在洗瓶子 洗什麼的時候 它跟水是不溫的 它跟水是不溫的 所以你ACETON裡面 要數到 要數水是不容易的事情 它往往會很 碰沸 容易會有碰沸的現象 不是很容易去做 數水的動作 所以這些是我們講到這個 PITOMA 系統的一些 這個水向的一些特性 然後呢 最後我再跟你講 這一個是這個 火苗底海的這個結構 火苗底海是什麼呢 叫做這個 甲醛 叫做甲醛 甲醛呢 事實上它的結構 是來自這個Triulsine 它是三個這個 Gemino Arcovo的塑荷物 做過來的 然後它的結構是講這樣 就叫火苗底海 火苗底海是一個碳 然後它是全類的這個結構 它的背點很低 它的背點很低 負二十一度 欸 很多人都會講說 火苗底海不就是 火苗底海嗎 火苗底海是甲醛 火苗底海 火苗底海是甲醛的水溶蜜 所以去看它的時候呢 火苗底海的結構 並不是甲醛 它不是這種全體結構 它長是這樣 它是一個Gemino Diol Gemino Diol Gemino Diol之後呢 變成兩個OH基礎 所以啊 它的分子纖綜就變得很好 它的背點相對是拉高的 所以火苗底海是一體王 它全部都是一體王 對不對 就是因為你把這個LD海的這個 這個卡波尼維持把它打開 變成POPH 這叫這個 這個 它的這個 Gemino Diol的這個 水合物喔 它的水合物 所以這也常見 在伺服器裡面 會用到的這個火苗底海 真正的結構 是這樣 那上面是一個平衡 它很難得到的是單純的 還有這個 變成是火苗底海 跟火苗底海之間 兩種的這個 化物平衡的一個關係式 好 我們要上到這邊 然後呢 我們在下禮拜的 下禮拜的課回來 下禮拜的課回來 這個 我會把18章 跟各位 介紹完 18章裡面呢 基本上 大部分滿音都是你學過的 大部分都是你學過的 因為都是雅化 我們去自備 學得很好的 那我們會比較 強調在一些 你還沒看過的反應上 然後我會記得 在這個 我們生一堂課 生兩堂課 就是兩節課 我們會選一些題目 會選一些題目 然後 我們試著去 做一些LV上方的合成 那我會在下禮拜 請那個 助教 把17章的題目 做給你們 這個就可以做練習 好 好 辛苦了 這個 我會做